这个女富豪抱怨着鱼都搜了 男人直接将菜浇在了她的头上 然后将她扔下了船 随后说道 可是这一切都是幻想 男人叫大山 是这艘游艇上的捕鱼员 大山气愤地来到厨房抱怨 说要将她大谢八块 同事温馨地送上刀子 船长劝她 有钱人都这样 给咱们钱就好 第二天女富豪卖解 自己买回了鱼 可厨师大发雷霆 说这是什么破鱼 坚决不做 船长说道 你还做我们的鱼 假装是她买来的 吃着自己买的鱼 麦姐赞不绝口 真是不知该怎么形容 难道有钱人都好这口 这天大山带着麦姐出海 提挺引擎突然坏了 怎么也秀不好 提挺顺着洋流越飘越远 傍晚来临 气温下降 麦姐要穿大山的衣服欲寒 却又嫌弃有鱼腥味 大山花了几个小时抓的小鱼 麦姐只是闻了闻 一把将它扔掉 而在几天的相处中 俩人的关系渐渐缓和 好像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好不容易看到了船只 二人为强行号枪 将皮挺射穿 二人被困茫茫大海 夜晚又下起了大雨 第二天醒来 他们发现了陆地 二人兴奋上岸 麦姐立马大扶翁附身 呵斥大山的不对 她要告诉律师和船长 并命令大山赶紧找寻出路 大山四处搜寻 却发现这是个荒岛 麦姐大怒 埋怨大山是她把皮挺弄坏 让她被困荒岛 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在这无人的荒岛上 大山终于硬了 再也不怕麦姐 大声回队 在相互对骂中 大山愤然离去 麦姐告诉她 可大山是个捕鱼人 野外生存技能点满 她收集一切可用的物品 又在搜寻中找到了房子 也找到了淡水 用内胎和木棍做了一个鱼叉 马上救不到了龙虾和大鱼 而麦姐还在艰难求生 没吃过苦的她 又怎么可能抓到鱼 不仅没抓到 还把脚弄伤了 无奈 她只好偷喝大山的水 还嘴硬地像大山要吃的 如果不给 回去就让大山坐牢 眼看大山不给 就要用金链子换 可在这无人荒岛 钱又什么用呢 麦姐只好变成恳求 可大山依然不给 麦姐终于本性暴露 祸口大骂 可刚一开口 大山和麦姐被困荒岛 麦姐刚一开口 大山反手就是一巴掌 她告诉麦姐 在这里她就是老大 如果想要食物 就得自己争取 说着就把衣服扔给了麦姐 麦姐明白 大山是她在荒岛上 活下去唯一希望 麦姐送上衣服 大山却要求她 以主人相称 让她彻底地享受了 一把皇帝的待遇 大山走进房子 却把麦姐拦在门外 麦姐爆发大小姐脾气 得来的又是一巴掌 大山带着麦姐去捕鱼 麦姐一阵手忙脚乱 大山一阵呵斥 鱼没讨好 大山上去就是一脚 麦姐不听命令 大山就让她亲自己的手背 大山休息的时候 麦姐还要跪着扶 大山无聊时 还要麦姐唱歌跳舞 曾经风光无限的麦姐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这天 大山色心大气 竟然要和麦姐都递主 麦姐不从 两人开始追逐 最后时刻 大山还留有一丝理智 骂骂咧咧地离麦姐而去 第二天 麦姐找到大山 脸神复杂 麦姐虽然是高高在上的富豪 可她过得并不快乐 只有用毒蛇发泄着不满 在岛上的这段日子里 朝夕相处之下 麦姐的心理产生了变化 而大山只是个普通人 一个小小的捕鱼员 活一天算一天 心中虽有报复 却不得实现 如果不是这次事故 又怎么能和富豪共处 还将她当作奴隶 两人终于正视自己的内心 走到了一起 渐渐地 麦姐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大山负责捕鱼 麦姐负责处理 二人眼中充满了爱意 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如果可以一直在岛上生活 他们也许会真的幸福美满 这天麦姐在捡柴 发现一艘游艇 她想要呼救 却又犹豫 最后选择躲了起来 渔夫和女富豪被困惶倒 女富婆大骂渔夫失职 可一段时间后 看见游轮驶过 都不愿意离开 夜里 麦姐并没有将游艇的事 告诉大山 大山问麦姐 为什么如此沉默 麦姐问大山 是不是更喜欢和少女在一起 大山以温暖地拥抱 回应麦姐 就这样二人又度过一段快乐时光 这天一艘游艇再次出现 大山想去求救 却被麦姐拉住 她告诉大山 咱们躲起来吧 在我的一生之中 我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 我不想回去 不想接受现实的考验 可大山不这么想 她想知道答案 她想证明 无论在什么地方 麦姐都会爱她 麦姐苦苦相劝 大山还是离开了 游轮之上 就向麦姐的人告诉她 她的丈夫一直在报纸上 刊登寻人启事 码头上 麦姐被丈夫紧紧抱住 大山默默离去 富豪的律师找到大山 给了她一大笔钱 她却倾尽所有 只买下了一枚戒指 晚上 大山打电话找到麦姐 倾诉着失去她的痛苦 说着那句从未说出口的 我爱你 这时 丈夫出现 麦姐告诉大山 可以来前台留言 告诉她做什么 她都会照做 深夜 她将一封信 交给了前台 叮嘱她一定要没人的时候 交给麦姐 而当麦姐前来询问信息时 丈夫再次出现 她发现了那封信 离开时 麦姐期盼地望向远方 丝毫没有注意 丈夫给的小费下有着信件 麦姐将小费递给了服务员 服务员看到了信件上的地址 又将她送给了大山 大山撕开信封 戒指赫然出现 大山明白这是麦姐拒绝了自己 她不相信 她想跑步去追问 可是飞机已经起飞 有情人未成眷属 麦姐在金钱和权力的幻境中迷失 又从荒凉和贫穷的绝境中回归 体验了人生的乐在当下 而单纯快乐的大山 从自由自在的荒岛幸福中迷失 又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回归 感受了世事的变换和人生的无常 当我们自以为已经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我们的幼稚